Melody I love you 早晨 你好 我是大寶 你好 我是阿神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DIY的消毒液 很多人说市面上 可能卖不到 在家可以很简单地自制 好 我们的材料有这个部分 首先我们看到最主要的材料 就是含有甲醇酒精的消毒剂 一般可以在法务丝里卖得到 含有95%酒精消毒液 通常这个是100ml 另外第二样的就是这个 就是炉莓的Moss Riser液 为何要炉莓的呢 最主要就是要加入酒精之后 你不会很伤你的手 或者不会很伤你的皮肤 买4-4罐都可以了 因为它比例比酒精少 第三药就是精油 市面上一般所有的精油都可以 但是如果是比较有消毒作用的话 你可以选择的就是T3 因为这个茶树精油 大家也知道一般是用来消毒的 除了是T3之外 你可以用Lemon Glass等等 当然这个口味就是以 因过人而言的 如果你敏感的话 你也不需要这个精油 也没问题的 还有一个空瓶 这个空瓶到处都可以买到的 方便是这个 有噴毛 噴出来 然后搓手 然后这个墓碑子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将所有的剂放进去的搅拌器 现在我们就进行第一步骤 第一步骤 就是这个比例的话 就是3-1 今天我们要做100ml 所以我的酒精消毒剂 我会用75ml 而这个Aloe Vera的涓滑剂 就会用25ml 对了 总共加上来就是100ml 那这个就是 如果你放在这样的话 它噴出来就是这样碎撞 是 对了 如果你放在一些噴的罐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一些衣服 对了 衣服 桌子 桌子 keyboard 这样等的 比如我们做了这样的工作之后 清理桌子 拼一下 拼一下 然后用布袋 红纸巾 OK 那当然了 如果你手本身是有一些伤口的话 是 不建议了 因为它本身有酒精 就一定要咨询你的医生 所以可以用了 好了 大家顾好自己的安全 顾好自己的卫生 我都不愿意啊 咨询 我都不愿意啊 i know